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组成春节慰问团 五日上午在县府中庭召开 104年张化县 寒冬送爱 关怀无爱 春节慰问系列活动记者会 由张化县长魏明谷 县议员赖岸张 赖清美 及各慈善团体代表等 共同启动春节慰问仪式 那我们今天要来成立 春节的一个慰问团 感谢所有的慈善机构 跟我们县政府一起来投入 来关心我们张化县 所有的弱势的乡亲 我们春节这段期间 我们县政府 对社会福利的服务 一定都是不打烊的 我们已经在募集 社会所有的资源 所有的物资 我们会投入 这样的一个 寒冬送晚的一个 慰问团的一个活动 让所有的弱势的 皆有的 所有需要照顾的乡亲 都能够因为我们的爱心 他们都能够跟我们一样 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春节 记者会中 麦世佳食品公司董事长陈志池 贡献爱心回馈乡里 捐赠一台市价220万行动沐浴车 而全国丽园大饭店 也赞助50桌佳肴 邀请县内弱势家庭围炉 魏县长也依依致政感谢壮 感谢投入关怀行列的 台湾省会计师公会 中区办公室 各慈善会与公司行号等代表 也期盼这股爱心能抛砖引玉 带动更多热心团体 与各界善心人士 一同照顾弱势民众 让其感受社会的温暖 体会过新年的气氛 公益频道林俊宁 张华采访报导